可能岳云鹏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职业生涯最大的危机竟然是因为屁股上挨了一刀 就在前几日大家通过岳云鹏弟弟的社交平台得知了岳云鹏最近没有演出的原因 视频中岳云鹏称别看我坐姿妖娆是因为屁股上长了个脂肪瘤 做了个小手术感谢大家的关心 其实屁股上长了一个脂肪瘤有点不好意思 前段时间给他切了今天刚出院 你看现在这个姿势也比较妖娆是因为你就做不下 谢谢大家的关心 作为岳云鹏最大的黑坟 岳云鹏的老婆当然也没有放过调侃岳云鹏 岳云鹏老婆证明说立东吃饺子快乐 而视频中的岳云鹏站着吃饺子 举止缓慢一副拿着劲的样子 看到岳嫂虽然标题是写的立东吃饺子 但视频中的意思却非常明显 你为什么不坐着吃呢 这几天因为手术 岳云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坐下了 真是难受坏了 11月9号 妻子开车带着岳云鹏去医院复查 可是谁也没想到 在路上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让岳云鹏忍不住发文控诉自己的妻子证明 可是把大家乐坏了 岳云鹏在微博上说 复查完我媳妇看到路边有人排队买点心 她特别想吃就把我放车里让我等会儿 我现在撅着屁股自己在车里 随后岳云鹏还配了一张自拍 看起来确实是在车里拍的 因为屁股不能坐 岳云鹏只能在车里撅着屁股等着 想想都觉得可怜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编段子 岳云鹏还特地给排队的妻子拍了一张照片 可以看到证明确实是在排队买点心 证明穿了一件粉红色的棉袄 正在排队等待 还歪头对着岳云鹏笑 看上去少女心十足 买回点心来以后 证明也没有亏待岳云鹏 给了岳云鹏一个 吃的岳云鹏满嘴都是 看着就十分好吃 网友们也是脑洞大开 纷纷脑补出了岳云鹏撅着屁股的样子 还找出了以前岳云鹏撅着屁股的照片 真是让大家笑喷了 可能有人会说了 岳云鹏的妻子怎么这样 为了买吃的就把岳云鹏自己扔到车里 真是太过分了 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岳云鹏名为控诉自己妻子 其实就是在秀恩爱 你看岳云鹏吃点心那个样子 恐怕是他自己爱吃 妻子才去给他排队买的 熟悉岳云鹏两口子的人才知道 他们夫妻经常在微博上互怼 这可真是打是亲 骂是爱 爱的不够用脚踹 岳云鹏这一次屁股上挨了一刀 虽然人遭罪了 但是对于相声演员来说 也未必不是好事 估计今后德云社的相声舞台上 岳云鹏屁股挨刀这个包袱 很快就要传开了 岳云鹏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病情 也是真的把大家当成了朋友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大家说 这样的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 才是名副其实的双向奔赴